嗨 各位小财神们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宝可梦呢现在呢 又要来开发新的系列 就是 我们的梦梦Vlog系列呢 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跟大家做闲聊 那今天的话呢 我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 跟大家聊聊市场上的趋势 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画读给大家看 好 你们知道 这个永丰大户他其实 最近有打算退出一个他们自己专属的 这个肖像人物吗 那就是一只老虎啦 那你在那个他们最近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大户生日庆啊 然后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里面 都有看到这只很可爱的小老虎 他到底长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呢 我们今天就来画这只老虎给大家看 好 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会不会成功啦 但是我觉得 可以试试看 好 蛮好玩的 那一样用的是我的Apple Pencil跟iPad 然后在Procreate里面呢 进行画图 就可以让大家即时展示到宝可梦在画什么 这样子 好 那怕今天的节目时间如果太短 我可能还会再画其他的信用卡 就是大家一起来一边闲聊 然后一边来画图给大家看 这样子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系列到底有没有人有兴趣啊 但是我觉得 嗯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就想要试试看 好 那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事没事就打开一边看 看宝可梦怎么画这样子 好 那Procreate的话呢 我觉得它有点类似像Photoshop 所以你如果自己是喜欢画图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先去下载或是试用来看一看这样子 那我现在我要先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啦 那这个大致的轮廓就是说这个大户的这个大户的到底长什么样子 画了你就知道 看一下 这个有点粗 所以当我再画图的时候我们就会再稍微去 这个调整一下这个粗细的比例 这个它有一个耳朵 这个耳朵大概长这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看一下 一个头 这是一个头 呜呜 好 在这边 那其实我现在就是看着那张图啦 然后就直接就是画在这个 我的手写版上面 所以当然大家比较聪明的就觉得说 那你干嘛不直接把这张图copy下来就好了 那当然不一样啦 因为我觉得自己画图当然会有自己画图的一番的 这个风味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是觉得 呃为什么我要成 我要在我的Press Play里面呢 去成立一个这个所谓的 呃 呃那叫什么 应该是 我这后面好像有本书讲到就是用心智图法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对这个信用卡的看法什么的 然后用图像的方式 然后来展现给大家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 呃其实你很多东西你经过 呃用画图的方式去表现之后 其实 呃你自己手动的整理过之后 那东西就会变成是你的 哦那就会是一个实在实实在在的东西 哦他这一支其实还蛮可爱的 他画的可能我怕会觉得有点不像 哦没关系 我们就先画再说 OK 也就是把这个吉祥物呢就是 这个贡献给我们的大户好不好 大户其实对我们这一团的这个粉丝朋友都非常的好 哦因为他就是呃有活动的时候都会特别优先 就是把这个奖品啊 就是都放在本团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有心啊 好他接下来这里应该是他有吹一个气球 这个气球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户本身的这个 这个大户的气球是数位账户 看一下哦 哇哇 你们大家会画图吗 我其实不知道说大家喜不喜欢画图啦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算是半路出家 就是说喜欢喜不喜欢画图 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绘画的天分 但是因为呃转系到工商业设计系的关系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学习绘画 因为你要绘画图你才有办法跟呃人家去做沟通 那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把你的呃想法传递给出 出去给别人一样这样子 这个大户的大是这个样子的 哦哦 哎还蛮可爱的 那他们的户的话他上面这个户好像是一个房子 所以大家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你那个手边的信用卡的logo 然后现在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就会知道宝格梦在画什么东西了 哦哦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好非常的可爱 然后他这边也有他的英文 D A W H O 我还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去生成啦 所以呢我还是要用这个呃画图的方式哦就是用看的 然后把这个图给画出来这样子 对 他的那个边其实还蛮粗的 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去调整你这个边线的比例 那如果你发现那个画的有点不太对你还是可以 就是呃返回上一页这样子去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蛮好玩的 呵呵很有趣的一个这个体验 有时候我觉得呃我们做很多事情不见得一定是那么的功利主义 就是觉得说呃人家叫我花钱叫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一定要收钱然后才要呃干嘛干嘛干嘛 有时候我觉得帮银行分享这些呃贴文什么的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我愿意无偿的去分享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有MGM活动我可以有所获益 所以我会就是写文章分享 但除此之外呢 其实基本上要够好的商品我才愿意去分享 如果他不够好 其实说真的就是你分享了你没有成效 人家不会看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样 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区别 就是说呃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很喜欢 你可以去免费帮人家做推广 但有的时候呢呃为了要赚钱 那的确是要收点费用 但这中间其实呃没有那么的呃 恶分法 经纬分明的就讲说 诶你现在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其实没有 对 所以最近其实有时候也有很多的呃 厂商务事银行想要找宝可梦合作 有时候我还是会看情形啊 就会觉得说呃如果 我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品牌就算他没有给我钱 其实我也愿意帮他分享 对就是这样 然后他其实这个 Procreate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如果你这边的线都连起来的话 你这边把这个颜色倒过来 他其实就会把这个颜色填上去哦 你有看到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不然你就要自己在那边徒劳半天 比如说像我这边 诶其实他这个 诶 应该是有点灰色 不是黑色的 那没关系 对就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哈哈 然后 他的身上 我可以把这个 线条把它 就是都连起来 然后到时候等一下再加上去那个 颜色的部分可能就会比较好 不然他那个颜色可能会跑掉 对 哇 就是 我的头都画得差不多了 呵呵 好 然后再下来是他的身体 如果你发现说诶 你其实你自己画的这个 背景 他的这个 图 有点 呃 太小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画布 然后来做这个 大小的调整 那调整完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去画这样子 那我现在继续往下 现在要继续画 他的身体 然后他其实这边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那等一下再弄 来 他其实是一只老虎 然后他在吹气球 这个气球呢 就是大户的生日庆 有没有 非常的可爱 对 那其实这张图的话我也是从他们官网里面就是去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们等一下也可以就是去官网去找一下 这张图到底在哪 那宝可梦是看的哪个画的 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吉祥物 对不对 呵呵呵 so cute 不过我觉得他如果要做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完稿 其实你还是要花不少时间 因为我现在只是单纯的去画这个轮廓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呦 其实 但是 边讲边画的图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 然后 嗯 总而言之我觉得 一般的信用卡部落客了不起就写文章啊 然后可能还在这边带你画画啊 然后还要再拍影片啊 有的没的 没有那么多行功夫啦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家就是 可以好好地去珍惜一下 因为说真的 大概也很少有人真的可以像宝可梦这样去做 呵呵呵 好啦 那这边的话其实一样可以填颜色 有没有看到 但这个颜色好像 可以再深一点点 这是那个老虎的颜色 但我觉得有时候 你看 他这样子填 就会失败 会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那个 中间的空格你没有把它就是弄起来 所以这部分你还要自己再去做调整 但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慢慢地去 把你的这个 图 把它给慢慢地建立起来 那像这边因为他有不同的颜色 我是用比较陶甲包的方式 呵呵呵 所以我来做就是有点 对 就是这样子 嗯 应该是这样吧 来看一下这个进去可不可以 还不行 就代表说 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图像上面的漏洞 你必须要去把它 嗯 解决 所以你可能就是还要再把它画得实一点 这样子的话 它的那个线 你在填色的时候 它那个颜色才不会就是跑掉 所以呢 画图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啦 哈哈 好 我希望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要开始去检查你的每一条 每一个线条中间是不是都是实心的 那你如果要去做这个颜色的吸取 你可以按你旁边的这个按钮 这最左边这边有个bar 然后中间有个这个正方形的部分 你这样点选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来套色了 欸有吗 就套进去了 但我觉得这颜色好像有点 嗯 怪怪的 不知道 呵呵呵 好来 那他的头上的那个 他其实是两个白白 我觉得很有趣 就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对 但基本上就是这里 两背背背背 那你还可以就是这样把它套进去 有没有 但是你要再稍微修饰一下 那这有点类似他的眉毛 呵呵 好笑 对 大副这个真的很有趣 真的 两撮白白的眉毛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应该是他的那个嘴唇吧 应该是说他的腮红 这个腮红也是很有趣 你可以这样丢进来看 有没有 那这腮红你可以自己在旁边画一下 然后他看起来比较 就是 融合一点点 然后再来是一个很浅色的肤色 可以把它放进去 比如说这里 哦 有一点点像了 好 那我看一下还有哪里 嗯 这里 这一块 然后他自己本身 皮肤的颜色在下面也是 对 然后他自己手上的这块也是 然后他的尾巴也是 嗯 嗯 画起来真的是有点奇怪 哈哈哈哈 好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就是 这个 也顺便画图给大家看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大户的 他接下来会推的一个 所谓的 主人 他们新的大户的这个 他们大户这个产品呢 终于就是 要推出一个自己的 个性 专属个性化的代言人 对 就是这一支 看起来很像老虎的可爱的小家伙 那他有一天呢 他就是会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我曾经问过大户说 那你们什么时候要让大家来去就是 去认识大户这个产品 好的 这个代言人 他说还没啦 我们就是慢慢来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急 但是呢 你们如果有常常在看他们的官网啊 参加活动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说 他们其实已经有开始在慢慢的做暖身了 就是这一支很可爱的 这个大户 我已经画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不可以就是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赞 然后给我给宝可蒙订阅一下好吗 哈哈哈哈 哎呀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刚刚我在这边画了 有没有 那他就是直接联动到这个画面上面 就可以看到宝可蒙订阅怎么画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就是跟大家聊聊就是 我对这个产品型的想法 然后顺便就是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因为他那个尾巴是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好像在发抖 因为他在那个用力的吹气球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是会喜欢我们这一支Vlog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画了一支大虎的这个 专属的代言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人物肖像很可爱 叫大虎 就是跟这个名字是很像的 希望就是将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再看到这一支可爱的吉祥物 然后在网路上跟大家持续分享 好不好 喜欢的话呢 赶快来订阅一下 然后我们以后的Vlog 可能都有机会会带大家画图 我本来还要再画这一张 但是我觉得好像 有一点 有点累 就算了 好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聊 然后就是 画一支大虎的这个新的 这个 肖像 肖像的这个 代言人 可爱的这个图像代言人 然后呢 闲聊 就是这样子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就是 赶快来订阅一下宝可梦 然后呢 就是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消息才会送到你家 好不好 那也欢迎你就是把宝可梦画图的这个过程呢 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就是来感受一下 其实画图是可以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